大家好,我是顾俊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机身防抖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说是一项革命性的功能 那说到相机的发展 如果说到有一些革命性的 非常非常有突破意义的技术的发展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第一个当然是镜头的自动对焦功能 那让我们拍摄顺畅了很多 然后对焦准确了很多 然后能抓住很多瞬间 好多相机上面的东西我们期望能够是完全控制 所以我们希望用手动 但是在于相机的对焦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自动对焦是比手动对焦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更可靠 更快速更便捷的一个方法 所以自动对焦的出现 让我觉得对我们的拍摄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胶片转速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一个改变 那能让我们更更直观的看到照片 能让我们在电脑上处理更多的后期工作 然后更方便 当然之前也可以做后期工作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完成这些后期 那转换成数码以后呢 我们储存也更方便 然后拍摄也更方便 然后入门也更简单了 然后后期也更方便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我还能想到就是说 比如我们有了Live View功能 我们在后面的屏幕上能看到 大概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 几乎是可以准确的看到我们的曝光 所以Live View也让我们拍摄方便了很多 那再一个我能想到就是相机的EVF功能 那EVF是这两年才发展的迅速呢 很早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索尼的NEX5和NEX7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EVF了 但是那时候的EVF并没有像现在EVF这么明亮 这么没有延时 然后并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先进 那有了EVF我们有了更多的其他的辅助功能 那让我们的拍摄有了更加准确的曝光 和更加方便的就是入门这些东西 那所以这些功能都是对我来说是革命性的功能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相机的机身防抖 机身防抖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突破性的一个新功能吧 当然这个不是索尼第一个发展出来的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真的能让我感觉到这个机身防抖的好处呢 是从索尼的A722开始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买到我们现在正在录的这台A6300 它没有机身防抖这个功能 我感觉到很失望的这一点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索尼的A722 它是有机身防抖的 那好多人会说这样的体积这样的价格 它没有机身防抖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来说 我觉得如果索尼愿意把机身防抖加到A6300里面 那我个人其实多出一千五两千块钱 我都是愿意的 因为有机身防抖可能 在好多没有使用过有机身防抖相机的人来说 他会觉得其实我并不是太需要机身防抖 因为我手已经很稳了 如果我手不稳的话 我可以使用三脚架 那如果要长曝光的话 反正也是使用三脚架的 但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来说 三脚架这样的东西呢 它不是我的朋友 它是我的敌人 三脚架 你看到我把它拿起来以后 我往回养了一下 那我用的三脚架已经是算是非常轻的三脚架了 已经是碳速的三脚架 但三脚架一方面你要背着它 在外景的时候拍摄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另外一个它增加你的重量增加你的负担 如果你把相机放在三脚架上你拍摄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 所以就它是完全对于我来说 我99%的情况我可以的情况下 我都是不会使用三脚架的 当然有一些拍摄你需要使用三脚架 把相机放在三脚架上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有了机身防抖呢 就可以让你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哪怕是夜景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保证你的快门速度能有清晰的照片 然后你可以放弃三脚架 然后你拍摄的更快更顺畅 那如果我 如果我觉得需要背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可能会觉得灯架对我来说比三脚架更有用一点 我可以让我的灯离开我的相机上面 然后放到别的地方 然后而且灯的话 我可以让它保持在一个位置连拍多少张 但相机对我来说 前后左右各个角度往高往低 移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机身防抖对我就很重要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视频了 就是说你拍视频的时候 有了机身防抖的话 你手持 如果你在不得已要手持的情况下 就会有更好的效果了 当然好多人说我买相机 我不是要为了拍视频的 我是为了拍照的 这也就是我想说的 机身防抖不仅仅对视频有帮助 对拍照其实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使用的定焦 如果你使用的不是索尼的定焦 像我这样你使用佳能的定焦 或者其他公司的定焦 95%的相机的定焦 它是没有相机防抖的 没有防抖的定焦 你使用到有机身防抖的 这个相机上面 你就自然而然获得了它的防抖功能 那防抖功能 如果你要加在镜头上面 其实你会增加它的体积 增加它的重量 然后最重要的是会增加它的价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打个比方我们看 尼康的2470加了防抖以后 它还是保持在光圈还是F2.8 但是它就会更大更重更贵一点 然后我们看到佳能的2470 它增加防抖以后它的光圈就变成了F4 所以如果你的机身有防抖了呢 镜头有没有防抖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更少的价格买到更好的镜头 然后而且还更轻 而且是在转换镜头以后 你也不需要考虑有没有防抖这个问题 所有的定焦能增加机身防抖 保持防抖以后 这对我来说是简直是一个 简直是一个我觉得很难 之前很难想象的 因为我其实在买索尼A7R之前 我不知道机身防抖这么有用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拍视频的时候会有一些 但拍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说 我放在三角加上 我放在稳定器上 或者我使用一些有防抖的镜头 那对我来说有没有机身防抖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使用定焦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身防抖 然后每一个定焦都有防抖 这个简直太诱人了 我的85老实说 我使用85拍夜景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让我的光圈开到F1.2 然后我的快门速度保持在五十分之一秒 我还能保持在 照片是非常清晰非常锐 根本不糊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ISO能到多低 好多别人在使用ISO6400 3200的时候 其实我的ISO都在800 800 640 其实这种画质其实就是有天壤之别 我们知道拍视频的时候 ISO现在的相机已经能开到很高很高 甚至于开到12800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除了尼康D5之外 我很难想象有另外一台相机在ISO6400的情况下 还是很很很画质还是很好的 那拍摄照片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用的相机是 16年之前生产的相机的话 绝大部分的相机 其实它的ISO的风水岭就在3200 你3200以下的画质其实都是还蛮好的 蛮能接受的 1600也3200根本没什么关系 哪怕是5D3这样的相机 除了有好几年 ISO3200其实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一旦到了ISO6400的时候 你在网上的时候 你的画质基本上是很糟糕的 所以即使在今年推出的相机 如果除了尼康D5之外 我很难感觉有新的相机 能把ISO开到1万多 或者2万多3万多 所以有了防抖 配合你的定焦 然后你放慢你的快门速度 你把光圈开大 所以你的ISO经常就可以保持在1600以下 那这样的画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对于拍照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 而且你不用依赖于三脚架 你可以到处移动 所以我平时会用的245085 这几个焦段的话 我手持都能非常非常慢的快门速度 那85 1秒根本没问题 如果我用50的时候 我开到1秒20 也是有成功几率 当然我更保险的 我是开到大概1秒50 这个样子 我用50的镜头 那我用241.4的时候 我基本上快门速度 基本上也在50 或者有时候慢一点的时候 20也是可以用的 那有时候我用更广角的一些镜头 我会把快门速度放到更低 如果我愿意连拍多几张的话 经常是可以看到10分之1秒的照片 甚至5分之1秒的照片 如果我的镜头足够广的话 我使用5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 我的照片都是清楚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我那些照片 我会发在微博上 而不会发在我的视频里面 是因为在视频里面 你们看我已经很模糊了 那你们看那个照片的话 就没什么意义啊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要看我的照片的话 关注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名字叫 悉尼顾俊 所以你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我 然后我会持续的发 跟我视频做的相关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 然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微博上留言给我 所以我也知道 大家对什么问题更感兴趣 可能我做视频的时候 更有针对性一些 所以机身防抖 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 就省你的钱了 然后就是省你的重量 然后不用带三脚架 不用依赖于三脚架 然后你的所有定交 都有防抖功能 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我希望A6300下一代 而且我几乎可以断定 A6300下一代 一定会加入机身防抖 这个功能 那索尼可能是出于 出于A7R的销量的保护的 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它把A6300的机身防抖 去掉了 所以很可惜 很遗憾 如果不然的话 其实A6300作为入门相机 是非常非常有诱惑力的 你看我之前那个视频 你就知道 你配合那些很便宜的镜头 其实在A6300上面 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上面 所以机身防抖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突破意义的 一项新功能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的话 推荐你使用一下 我知道不光是索尼 有很多像奥林帕斯之类的相机 也推出了很强 甚至可能会更强 或者是我不知道 但反正是基本上一样强的 机身防抖 五轴防抖 那对于我来说 那些是很好的 如果你有使用那样的系统的话 你可以使用它 但对我来说 真正有意义的 我是需要它是全幅 然后我需要 我可以把我的 佳能的这些专业的镜头 能转接到上面进行使用 能进行正常工作的 所以对我来说 最有意义的是 A722的机身防抖功能 所以如果你有相同的需求 或者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我保证你用了以后 你就很难回到那些 没有防抖的机身上面了 这个可能是今后会逐渐普及的 就像LiveView这样的 就会慢慢普及开来吧 因为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顾俊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悉尼顾俊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给我 转发点赞 好 谢谢大家 拜拜